縣長在公園2.0的計畫 預計在18鄉鎮各個地方都要推動 讓每個鄉鎮都有親子公園 那最近頭份的音樂公園出現了一個很大的爭議 是我們蓋了一座非常高的薩克斯風的造型 溜滑梯 但是呢 它剛好溜滑梯要出來的地方 就面對著低樓層的住戶 那對於住在旁邊社區的住戶 就會覺得隱私上面有點受到的侵犯 那不管是遊玩這個遊具的人上去 可能可以直接看到他們客廳或者是房間裡面 那同時住戶在他們家裡的時候 也會看到有人上上下下 真的是非常的干擾 那前陣子我也找了科長 一起到現場去會看 我想要問一下水利處 目前修正的措施是什麼 這個跟議員在這說明 我們在辦理相關公園的時候 我們希望每個公園的設計 它都有一些獨特性 那薩克斯風 這個音樂公園的薩克斯風造型 它因為間隔的這個住戶 大概有15到20公尺左右 那剛好一個三層 最上面那層樓的六滑梯 大概高度是7公尺左右 跟三樓的住戶可能有一些會重疊 那可是它外面有包了一個旅美格照網 它比較細的孔子 其實它是有個誤狀 可能晚上的時候會比較有影響 這個部分我們經過內部的檢討 我想在三樓出口端的部分 我們大概會用軟墊的方式 整個把它包覆 就是外界整個有個區隔 用軟墊的方式包覆 它除了有區隔以外 裡面還有內部的一個保護的作用 我們在修正的時候 還是要注意到小朋友們的視線 以及家長們在下面 要看到小朋友們的狀態 這個視線的部分還是要確保 我跟葉恩報告 我們包覆的面向 只有面對住戶那一面 其他的部分我們還是保持原樣 沒關係 這個修正我是可以接受 但是我也要提醒處長 未來我們在設計其他公園的時候 一定要把周邊住戶的狀況考慮進去 如果我們的溜滑梯的開口 如果這次是開在其他側的話 其實可能就不會有這樣子的狀況 所以未來在設計的時候 希望這個部分 要能夠多加注意多加考量 那同時在處長的報告後面 我有提到全民運動館 足南全民運動館的部分 這邊也是水利處這邊會來規劃設計嗎 對 目前正在規劃設計 原來預算是1億5千萬 因為現在的物價調整 那我們現在初步設計出來 大概還差額6千萬 目前還在籌經費當中 非常多頭份足南的年輕朋友 都很期待全民運動館的落成 那原本是中央有經費 但是後來頭份市公所這邊沒有爭取到 所以足南中公所也沒有爭取到 所以縣長才會用縣的自籌款 在頭份足南交界處 來蓋做這個全民運動館 但是我有兩個點想要提醒 我不知道你們的這個內容是怎麼設計的 但是非常多打籃球的球友們 很希望能夠有一個室內的籃球場可以使用 雖然說我們在足南運動公園這邊 已經有風雨球場了 但是畢竟它還是一個室外場 跟一個正式正規的室內場 使用起來還是不一樣 不管是在比賽 還是在辦理活動等等的相關的都是 所以我們一直很期待可以有一個地方是 大家球友們自己湊一湊錢來租一個時段 然後就可以使用 所以我希望這個運動場是可以有室內籃球場 另外一個是 苗利縣的五人制足球其實一直在蓬勃的發展 但是我們縱觀全國這種室內的場地 其實都沒有一個真的符合規範的五人制運動場 那五人制運動場其實你做完之後 籃球場比它稍微再小一點點 所以如果我們在設計的時候可以把五人制足球場 設計進去的話我們這個全民運動場 將可以成為國內足球比賽一個非常重要的點 那大家如果辦比賽願意來到這邊的話 不只可以帶動地方的商機 對於我們縣內的選手或者是縣內的這個足球的人口 我們不用每次征戰都要跑到其他各縣市去 所以我希望在我們在規劃設計的時候 可以把各個運動的族群的需求納進去 過去很多足球的運動場地 它都是用籃球場改建的 但是它其實長寬是有一點點不夠 導致它不是正規的國際規格 所以足球場稍微大一點點 如果我們一開始就以這個規格去設計的話 它不只可以做籃球場 或許複合式的羽球場等等的 其他的運動設施也都可以使用 讓我們這個地可以做最完整的利用 那畢竟這個經費也 其實我們自己來負擔也是蠻高的 做下去之後 你後續要再做其他修正也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希望在規劃的時候 可以把足球的這個族群 還有籃球考慮進去 這個我跟議員在說明 我們這個國民運動館的部分 在三樓的部分 那是設計的四面的羽球館 它也可以兼做籃球場使用 在規劃的時候 它是有複合使用的一些方法 那我要提醒處長的是 我希望足球的族群也可以使用 但足球的場地 大家要注意一下那個長寬的規範 希望可以建立起來 就是符合國際規則 這個我們再跟建築室 再做討論一下好不好 再麻煩處長 謝謝